1997年9月6月1日 哇, 這裡的花開得好美 是呀,這個花世界真是令人眼花遼亂 心花怒放 花花世界,眼花遼亂,心花怒放 毫恐的中文真是厲害 竟然一句說話 就包含了三個有花的四字成語 失禮… 嘩,這張橫色的花又大又圓 我覺得它好像一個太陽 這樣啊 對呀,你的觀察力很好 這種花就叫向日葵 又叫做太陽花或向陽花 很多人喜歡它 因為外形像太陽一樣 給了一種充滿… 朝氣和活力的感覺 是呀,老師 向日葵,太陽花 名字真的覺得很貼切 是呀,好像一個幼大幼圓的太陽 大家看著 這是什麼?這麼有趣 我知道… 這些叫做怕臭草,有名含羞草 怕臭草? 對呀,很像… 很像一個怕臭的小朋友 一碰到就馬上走開 對呀,怕臭草很常見 我小時候經過路邊的時候 我最喜歡這些就是看看 有沒有怕臭草 原來這裡還有很多蘭花 對呀,這些叫蝴蝶蘭 這隻叫拖蟹蘭 蝴蝶蘭真的像一隻飛的蝴蝶一樣 拖蟹蘭真的像一隻拖蟹 很特別呀 我去過印度的北部 因為天理關係 那裡的拖蟹蘭開得很漂亮 想不到在香港常見的植物 去到印度也可以看到 好了,欣賞時間夠了 同學,我們今天來這裡做什麼? 我們今天是海實種植的 那還快點開始? 好呀 我覺得牠好像一個太陽 好像一個害羞的小朋友 一碰到就馬上走開 蝴蝶蘭真的像一隻飛的蝴蝶一樣 拖蟹蘭真的像一隻拖蟹 很特別呀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剛才幾位同學 小朋友在形容花的時候 都運用了比喻法 鄉逸葵好像一個 又大又圓的太陽 是用太陽來比喻鄉逸葵 太陽和鄉逸葵的共同之處 是兩者的形狀都是圓圓的 而且顏色都是橙黃色 加上鄉逸葵的體積 又比一般的花種大 所以用太陽來比喻鄉逸葵 就很恰當了 我們在運用比喻法的時候 必須要在兩樣不同性質的事物上 找到牠們的相似點 就像太陽和向逸葵一樣 都是幽圓又大的 蝴蝶蘭 好像一隻飛舞中的蝴蝶 當微風吹來 花朵擺動 牠們的美態就活像飛舞中的蝴蝶 所以用蝴蝶來比喻這種蘭花 不但捕捉了兩者形狀相似的這個重點 同時也突出了蝴蝶蘭的動感和美態 又例如含羞草好像一個害羞的小孩子 是用害羞的小孩子來比喻含羞草 害羞的小孩子和含羞草的共同之處 就是牠們躲起來的時候的動態和神韻 小孩子的媽媽想牠和陌生人打招呼 牠可能會害羞到躲在媽媽的身後 這個神態就像含羞草被人碰到 或者受到外來刺激的時候 熱面收縮起來的情況一樣 我們在運用比喻法的時候 最重要的能夠掌握兩件事物的特點 和牠們的共同之處 所以我們除了要細心觀察我們身邊的事物之外 還不可以缺少聯想力 是 各位同學,這些植物又會令你聯想到什麼呢 你們又會用什麼比喻以下的植物呢 融市有很多氣筋 那些氣筋好像鬍鬍,長得落地 你們三個在玩什麼呢 爸爸,我們不是玩的 阿力哥哥要做一個專題研習 我們幫忙搜集資料 是啊,我們在找香港常見的樹木和花位的資料 打算用來做專題研習用的 那這次的主題是什麼 是介紹香港常見的植物 老師說每人都要介紹一種 那你想介紹哪種 我還沒決定 不過我們已經選了很多有用的資料 是呀,爸爸,不如讓我們介紹給你知道 好呀,我想了解多些香港的植物 橡牙花,粗粗粗的花 形狀很像一枝枝的橡牙 鳳凰木的花是鮮紅色的 開花的時候很像在燒的火 這種叫女人椒,又叫扇巴椒 好像一把打開的綠色扇 楊子經的葉好像一個心心 它還是香港的士花 對了,你們都知道 香港的士花是楊子經 那你們都知道 巴基斯坦的國花是什麼 當然知道,巴基斯坦的國花是素興花 它有一種很香,有五塊花繁的白色花 在古代的女人就會用它來做投飾 很厲害吧,你 媽媽,你不要只稱讚哥哥 我都知道很多東西 那莎莎,你又懂什麼? 我知道,印度的國花是河花 尼佩爾的國花是倒鑽 而菲律賓的國花就是茉莉花 還有… 好了…你們每個人都很聰明 好,努力點做吧 好 很多植物,牠們的中文名都有木字 或者草字做部首 當我們要查字典的時候 只要打開步手索人 就會發現不同的步手 步手具有將漢字字形、結構、意思、分類的作用 了解不同的步手的意思 可以幫助我們推測漢字的意思 例如草字部的字 草,是否好像畫了兩條草出來呢 一般會和植物、花位、蔬菜或者水果有關 例如… 菊花 兼蘭 桂葉黃莓 番茄 芥蘭 紅蘿蔔 菠蘿 葡萄 香蕉 香蕉 又例如木字部 畫了樹枝幹和樹根出來 所以木字部的字 一般會和樹木、水果 甚至由木製成的物品有關 例如… 柏樹 參樹 榕樹 橙 葱 水晴梨 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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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木或者草之外 有很多常见的部首是与大自然有关的 例如山 水 日 月 火 土等等 下次大家见到不懂的字 不妨先留意他的部首 尝试猜他的意思 阿力 你决定介绍哪种植物 哪种 那种 那种叫拍树 我喜欢它因为它生命力很强 我就很喜欢花 因为太多美花我就选不到 这里有我选的桂花 先拍照 桂花 桂花可以用来做桂花糕 你这么喜欢吃东西 所以就选桂花了 你想多了 我选桂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香味 不是人间中 二重月里来 广寒香一点 吹得门山开 这首是宋朝诗人杨万里作的诗 叫永贵 是描写秋之月夜 桂花盛开的时候 当秋风吹来的时候 就算来振振桂花香 咦 这些资料可以用来做砖头练习 文昌 你再读多一次 等我记下它 好 大安玲 告诉你 我打算介绍洋子经 为什么会选洋子经 多想再次凝聚 愿一起走下去 梓京花返山波潮流泪 冲颤疲泪 分开不敢到过分遥远 盛空有万人抹去 放不放开你想万事要追 好 孟师玛 虽然你是雷霍伊云 但是我感觉到你真的很喜欢香港 是啊, 走吧 阿力 我会介绍木棉 一在我最少就很喜欢的植物 木棉? 我记得, 它又叫英雄树 是香港常见的上花落叶桥木之一 我知道, 木棉的原产地是印度 在香港, 每年大概二至四月 木棉树就会开花 它的花是鲜熟色的 形状好像一个个钟 而木棉树又叫红棉树 木棉树就像一百百火炬那样照耀着大地 我知道它们又叫英雄树 不过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红棉很喜欢阳光 在很冷的天气都可以开花 生命力很强 还有, 木棉树就是长得高 比其他树木 开花时, 在万六重中更显得英枝煞煞 所以又叫英雄树 你们就好了 把木棉介绍得那么生动 还用了比喻法 放心吧, 大恩你 我们还有时间了 对了, 先不要担心 我都没选到 不如唱首歌, 轻松一下 红棉盛放, 天气暖洋洋 英枝勃发, 坎京阳 英雄树力增向上 志气谁能当 我们是普遍, 亦是平和荒药 有尚尊雄, 深渊月增光 亦见天子, 这方飘, 四方树妙天壮 红棉盛放, 天气暖洋洋 好 выше, 这方飞 我回来 感谢观看